台湾塑化季毒饮料爆发一周以来 南加州有很多华人为了安全 纷纷都改喝现榨的新鲜果汁比较安心 有不少饮料业者就说了 这几天生意虽然受到了一点冲击 但是因为其实这现榨果汁价位比较高比较贵 所以业者反而因祸得福 每天塑化季的坏消息不断 海外华人是愈看愈弃 对市面上各种饮料更是近鬼神而远之 我们真的是心里真的很惶恐 因为变成不晓得什么东西 你可以喝什么东西你不能喝了 对树化季啪啪直接影响到南加州 华人饮料业者的生意 不少业者就叫苦连天 不过也有业者却发现 现榨新鲜果汁的销路 反而立势上扬 成了这次风暴的受益者 这几天来的客人都是要买现成的 像我们有现榨的柳丁汁 以前他们都觉得价位很高 可是他们现在都觉得说 吃这个比较放心 眼看消费者对饮料失去信心 全美知名的台湾茶类饮料连锁业者 准备改变策略 将把茶果汁全部改用成天然的配方 这样客人喝得安心 也能摆脱苏华界的纠缠 这个暑假可能会利用茶为主做饮料 然后可能再结合一些天然果汁 另外也有华人餐馆与饮料业者 由于进口的货源 上了苏华界的黑名单 除了赶快下架外 也紧急向南加州一家 波巴奶茶连锁店 订购通过检验的货源 让这家业者意外地增加了不少订单 Local附近有一些 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店 已经开始跟我们Lillibay开始调货了 这场竖划季风暴 虽然饮料业者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大家普遍的心声 还是希望早日落幕 让消费者对饮料重新恢复信心 东森新闻 吴中国叶洪志 李中瑶 殷洪文 洛塞